再来第六至十题,先讲第六题,第六题比较难少少 你第一眼看上去,你见到coscos 你可能有两个想法 你可能在想 第一,会不会是 u 做scos 做 substitution 你发觉是不成功的 第二,我会不会当它是cos a 加 b 去看呢? 利用公式变成cos a cos b scos a cos b 当然了,你会发觉是做不到的 我和你一样 然后我做了什么呢?我上网络图图 我一络图,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最后的答案是零的 零的 好了,我们要怎样做呢?第一步 step 1 我会先将它打散去,变成0 into power 2 再加回 power 2 into pi 可以吗? 由于我给了你答案是零的 你都可以期望,这两个是一正一负互相抵消的 所以我稍后会证明后者是等于负0 into power 2 可以吗?这个是我的目标 我们step 2 计算一下 目标是正这一件事 OK,那我们先做一个substitution 我会let u 做 pi 减 x 所以 du 会是负 dx 你将写回英俊的话,dx 即是负 du 当然了,你留意一下 p2 和 pi 是对应 x 你要转回相应的 u 你代入去看看 如果 x 是p2,我们的 u 就会是pi 减p2 那也是p2 看回这一条色 类似,如果 x 是 pi 的时候,u 应该是0 所以你把所有东西都代入去step 3 你的 integral 会变成 p2 into 0 然后那个行为cos x 的话,要变成 u 你看看,u 是 pi 减s 那 x 就是 pi 减 u 那就是 pi 减 u 再加 cos 也是 pi 减 u 乘回 u 之后是做化简 第一步 你会留意到 这个负是可以写入limit里的 你放进去,我们的limit可以上下调转 第二样东西 这个 cos 以中细学过的出稿转换 你可以写作负 cos u 我们下一步先写这两个转换 0 去p2 然后 cos pi 减 u 减 u 再减 cos u du 这个位置我再做一样东西 我想 减 u 和 cos u 放在一起 我给它一个括号 这个减变成加 因为正负要调整 你可以将它看待做cos pi 减 theta 只要 theta 是 u 加 cos 就可以 所以再做一次转换 都是负 cos theta 也就是这个 integral 就是0 去到 2 cos sorry, 负 cos theta 也就是 u 加 cos u 看到吗?已经变成负 然后0 into power 2 和前面一样 你可能会想,前面本身是x 这里是u 但是这个u是dummy variable 英文字母是随你喜欢的 只要你把它写作x 这样你就做完了 OK 这一题的重点在哪里呢? 首先你要知道图是什么样子 原来是可以互相抵消 因为我看到0 到 power 2 的 area 在上面 然后 power 2 到 pi 的 area 在下面 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 第二步就是你要懂得 let u 做 pi 减 x 为什么是这样 let 因为前面是0 去 power 2 但是后面是 power 2 去 pi 对不回 你至少要转个 limit 如果 u 是 pi 减 x 的话 你代入去 你发觉你的 u 可以写作 0 或者 power 2 之后才可以互相 cancel OK 我希望你学到这个技巧 好了, 再到第七题 第七题简单一点 你看到sign 里面是 x² 第一步当然是上 x² 变做 u 简单一点 我们就 u 做 x² 两边 d 一次 du 就 2x dx 写回漂亮一点 dx 就 du over 2x 你放进去做化简的话 这个 x 和 x 三是可以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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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得到二次方 也就是 u 所以就会写作二分一 u x u du 好了, 之后就没什么特别了 你看到u x u 我认为你看这条影片对比赛有兴趣 Integration 的技巧应该都好 你一眼看下去都知道是用by part 过程我不多写, 因为by part 这个位置比较简单 行不行 所以第一步, 你让 u 做 x² 之后就没问题了 再到第八题 第八题你见到x over 1-x 4 次 其实有两个方法做的 第一个方法 Parsal fractions 你留意到我们的份母 1-x 4 次 其实可以factorize 变成1加x² 乘以1加x 再乘以1-x 分子是分子的 分子是x 其实你可以把它打散作三个分数去看 分别是 a x 加 b b over 1-x 再加 c over 1-x 再加 d over 1-x Parsal fractions 的技巧我不重温了 有兴趣看之前的教学片 然后你把两边对方位尝试找回abcd 右手边就可以逐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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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答案出来 这是method 1 但是method 2是做什么呢 做 substitution 之后才做parsal fractions 我会让u 做这个x² 我不是让它做1-x4次 亦不是x4次 我叫x2次 这个时候du就是2x乘以dx 想调回位 dx等于du over 2x 你发觉放回来 这个x 和这个x 可以互相弱减 可以互相弱减 所以你的integral会变成 2分1乘以1 over 1-u² u²是为什么呢 因为x4次 是x2次再2次 所以变成u²去看 这个位置 如果你想in1 over 1-u² 其实也是用多次parsal fractions 因为分5可以factorize 但这个位置我不多写了 你自己做 因为比上面更加简单 再落第九题 第九题有见到hyperbolic trick 如果你真的很熟悉 其实这一题答案是直接秒的 因为你可以把它写作 hyperbolic second square 你in它的话 是直出 hyperbolic tangent 就好像你in second square 会出tangent 当然啦 这样是出贴的 我当我们不懂 我变回做e的次方去看 好 绿色箭咀 下巴bolic cos 是e的x次方 加e的负x次方 over 2 当然整个东西再square 就是分之一 然后你就拆弧弧做一些化架 不要太多分线 这个部分我交给你去做 我不花时间写了 你会计算到e的2x次方 加2 再加e的负2x次方 分之4 然后dx 那你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呢 你见我留宫大个孔 你就知道什么了 对不对 我会上下乘回 e的2x次方 行不行 上下乘回 e的2x次方 那你下一步就会等于 e的4x次方 加2e的2x次方 加1 分之 4个e的2x次方 不好意思了 份母麻烦帮我flat 变回了括弧 e的2x次方加1square 你稍后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份母 e的2x次方加1 就是let let做u 做完了 因为你将let做u的话 你会发觉du的东西 是可以将e的2x次方cancel的 整条式会简单得多 但是再下的步骤我交给你做了 因为最重要的hints 已经给了你 行不行 最重要的hints给了你 步骤交给你去写 好 来到第10题 第10题实际是很奇怪的 我只看下来想 是by part symptusion 还是什么 因为symptusion 也有时间来想 究竟是这个 这个 还是只是次方 但我发觉全部都不成功 之后 我身痕 你当我身痕 我可以试试d这件 这件事 e的 e的x次方 减x 我们利用train rule 先当没有事发生 d的东西 变回自己 然后再d的次方一次 但是你再d的次方一次 就很简单 你会出到e的x次方减1 那我们拆括弧 就是e的e的x次方减x 乘以e的x次方 再减e的e的x次方减x 记住 同带相乘就次方相加 你的负x和x是怎样的 若减 你会发觉 我会得到e的e的x次方减 e的e的x次方减x 就是e的x次方减x 觉不觉得好似后面 过来是不是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馅 就是说你in这一件 原来就会出回 我underline的那一件 纯粹是train rule d出来的 行不行 所以答案就是 e的e的x次方减x 放0 1进去双减 就计算数值 这个Integration B的比赛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他会给你一个 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原来他原本是一些 product rule 或者train rule 所得出的答案 你就要找回 过一件东西 究竟是什么 行不行 你去试 其实没什么技巧 这个是第六至十题 我们下一条片再讲下去